有没有人是这个应对社会人际关系 或者在公司里面压力很大 就是正常的这种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 他觉得这个心理上承受不了 太多了 这是来的最多的类型 就是他在人际关系里边 他觉得有压力 很痛苦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压力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 人际关系给人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他真的是千奇百怪 小的他甚至可以说是 我到了中午 每天中午 这个同事都会请我一块去吃饭 我咱们去食堂一块吃饭 他都觉得我这一块吃饭 我聊什么呀 我就觉得好像跟别人在一块 就哪怕是一个日常的聊天 我都觉得这个事很紧张 也有这种类型的 然后也有一些可能 比如说老板对你这个KPI 规定的太高 压力太大 我该怎么去跟这个老板去谈 他也是有压力 我把KPI听成PUA了 我就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跟你们这心理学者说说不平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对于有些词语 是不是给予了太大的滥用 就是你比如说我跟他说说 我说乙军 咱下次做节目 能不能怎么一点 给他提点意见 你PUA我 我都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叫 这为什么叫PUA呢 我现在都不敢随便批评哪个小孩了 我觉得他们 这什么叫PUA啊 PUA这个词好像也是这几年活起来的 他其实一开始呢 他的概念叫做搭讪艺术家 Pick up artist 那不就你了 搭讪艺术家 我是搭讪的 他最早是一个培训课程 是培训那个男孩怎么去追女生 就是有一些男孩特别害羞 都不知道该怎么搭讪怎么开口 他是专门有这样的一套训练课程 叫PUA 但这个课程呢 他为了追求那个效果好啊 他就是把那个怎么去跟女生搭讪的 整个过程变成了一个套路 而且那个套路里边吧 他有很多的这种 就是看起来挺邪性的东西 比如说你要故意去说他不好 然后你要先去打击他的自信 自尊 然后你再对他好 这样他就对你感恩戴德 或者他就离不开你 他就有一些这样的套路 所以后来呢是出了一个事情 就说好像是某个大学 有一个女生被他男朋友这么对待 后来这个女生是想要一死了之 然后解脱这段关系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震惊说 受过这么好教育的这个大学生 他不就是谈了一段恋爱吗 然后那个男生这样对他 他怎么能够把自己就是毁到这种程度 所以后来这个PUA就活起来了 因为人们就说这个男生可能用的这个东西 就是在那个课程里边学的 学的 PUA的这样的 我跟你说PUA是偷换了概念 我说的PUA就是批评指责 就是一个开玩笑 实际上 大家现在有时候拿这个就是偷换了概念 不是真的PUA 你看我就上心了 我觉得你就在PUA我了 不是我最早对他引起注意 就是我就发现这个在李老师可以有党演员的钳制 他有一次我看做节目 我听那个主持人说 说这个PUA你能不能给我示范一下 怎么叫PUA 他马上就变脸了 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 我觉得你说这个话对我有看法 跟杨迪 杨迪当时都吓着了 真吓着了 你会这套是吧 这套东西从技术层面上来讲 它并不难 它其实还不是单纯的这个批评指责 批评指责有的时候是很正常的一种交流 就是我对你这个事不满意 我就直接告诉你说我对你不满意 应该怎么做 但是PUA呢 它其实如果觉得有一个核心的话 它这个核心叫做 让对方开始怀疑自己 产生自我怀疑 就对他说的每句话 甚至他的整个这个人生观价值观 他都开始动摇了 就是在这一刻 就叫PUA 我又相信了你是在PUA我 或者简单 你在文学小说的情节里 如果是按照他讲的这个定义 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 不是 比如说一个师长 一个长辈 或者一个爱人 那么你们两个在一起 他开始跟你讲他的人生观 于是呢 他让你感觉到了 你绝今世而左飞 他让你感觉到了 我的以前是有问题的 我错了 于是我准备重新做人 那么我怎样重新做人呢 我还是要多听听他的 这种关系 到底是良性的还是劣性的 其实其核心呢 是心理暗示 这种人跟人关系的这种控制 实际上目的是操控 或者说manipulate 就是说这个暗暗地操控 你的这个情绪 让你觉得你是错的 这种方法一直有 总而言之是 让你怀疑自己 让你然后接受他的劝告 可是他这个分不分 有预谋的和无预谋的 就是 这里边我觉得 最重要的一个区分就是 这个当事人 他在多大程度上 可以叫停 他能不能离开这段关系 天哪 其实如果说他说 这个事你讲的也很对 你让我去想一想 就是他是有一个主动权的 我们一般不会 把它叫做POA 那什么情况 比如说他说 你讲的这个东西 让我挺不舒服的 你不要再讲了 然后对方如果说 他说你为什么不舒服 你不舒服 这还是代表着 你这个心里边有问题 你今天就不能走 你就必须在这 给我把这个不舒服给克服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的操控 他对这个人就开始形成了一种 他没得选嘛 他只能留在那个地方 包括像有些传销 他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个控制手段 就是你就在这个房间里边 你不能离开 对对对 我参加过 你怎么你怎么会参加过这个 这个收到一个通知 说我中了一个什么奖 正假送快场 可以在南洋的什么海边的酒店 可以免费住一个星期之类的 那我就去了 拿奖的时候就告诉我 你可以买那个别墅的房间 然后你买了以后呢 你拥有全世界的他的连锁 他给我看 阿根廷的 这个是秘鲁的 这个是巴西的 你都你每年夏天都能住 就做这个东西 然后你要当然你要花多少钱去买 开始我听听蛮好 后来我发现 不对 这个天下没那么多的好事 对不对 那我就跟你这一样的说法 我说非常好 让我想想 等到我说出让我想想 我才发现你是不能走的 你在一个大厅里 这个大厅很多人做的 很和善的 这些推销员 穿的很时髦的 男的西装女的 什么 这个 你是不能走 你这两个人讲不完了 他换两个人来跟你讲讲 再两个人讲 我后来发现 我像被绑架劫持一样 软禁 他就是你看 你如果这个不买 你不买一流的别墅 那你可以买一个apartment 或者买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我就有反感情绪了 我就什么都不买 你再给我便宜 你那个免费的我也不要了 机票我也不要了 对吧 我啥都不要 我浪费了这个时间 因为他还跟你纠缠 就我觉得基本的形式就是这样 核心这是哪里呢 你讲的那个PUA啊 跟我们讲的比较好的思想工作 或者心理疏导的区别是 它是要目的 它是为了目的 要改变你 操控你 那么另外一种 像他们以前做 他们现在做的事情 它不是目的 它是过程 就我给你这段时间 延长 延长了我多收费 但是我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知道发现一些问题 但是我不对你最后会变成怎么样 承担一个什么责任 这并不是你的主要 但是另外的你讲的那个 你说谈恋爱的那个特别的方法 跟以前的所谓洗脑过程啊什么 那是目的 这是分别 那你比如说你这个教授 和你的学生之间的关系 你不就是改变他吗 不 他原来对文学的见识 可能是幼稚的 你打破了他 然后你教给他新的见识 第一 我只是告诉他 你怎么样写文章 可以拿到好的分数 至于你愿不愿意这样写 你是怎么样看法的 这个是你的决定 而且我们的专业更重要了 一切都告诉他们 我们讲的哪个专家讲的 谁谁谁权威讲的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看的 所以就算这个学生如果很不像话 比如他一直不来上课 考试也不来什么 那很简单 我们就按照部分合约嘛 我不负责他的全部人生的 他要怎么样我是没办法的 他可以跑来说我家庭有什么困难啊 我有什么问题啊 我说也无法完成 那我一点都没办法 我连他那个疏导的工作也不做 我只是告诉他 那你的后果是怎么样 但是我劝你尽量 那我可以帮你忙 这个给你延期这样写 我觉得他写的方法不对 我就会告诉他 你这样写的话拿不到好分数的 对不对 你大概我也不能带你写 但是你大概需要 怎么怎么怎么 我不会改变他 我没有目的 我的目的只是在我们的合约关系 我的教书的责任 跟他学习的责任之间 我们履行这个合约的关系 而且还希望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的 他能够突破老师的框架更好 是吧 你看啊 比如听一些太太就会讲 比如说这个 他觉得他跟他的老公沟通有问题 就是比如他老公可能说他做菜做闲了 他在他老公看来你少放盐就行了 这是个解决的问题 但是对太太来说 他会觉得你是打击我 比如说这个太太跟老公讲 今天这个碰见了什么事 单位里比如说义军对我这个不好了 但老公就说我告诉你一二三 可是太太觉得我不是要给你征求办法 该怎么解决我自己知道 我只是需要你听我说一说 就是说啊 有的人对于批评 就是你说我不好啊 我能律掉你的那些情感信息 我能比较理性的想你说的对不对 我这事是不是错了 这是第一 你对我的态度是第二 但是我发现啊 就是你你感觉到的 这个人指出的不是说这个茶杯你没做好 而是就是说为什么被别人批评了 就觉得自己全面崩溃了 嗯 nothin personal 就是说你觉得他是针对你 而不是讲这个事 你就会生气 很多生气的情况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不对 如果你只是讲我这件事情 那没关系 中国的这个人情复杂 嗯 很多时候不会直接讲事情 讲事情的话会怕得罪人 所以一般讲的时候都有一个人人际关系的一个一个一个条例 另外还有一条很重要 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诀窍 就是一个事情如果有问题 你去指出的时候 要先当病人再做医生 社会的事人际的事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当人说什么什么不对的时候都是从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出发的 比方说对一个小孩他说他打游戏机他父亲就是医生对不对 他这个是不对有问题了 但是他不会站在他这个小孩的立场上 你要设想你是个小孩你为什么回到家里功课不想做就在大 游戏呢他不替他去想对你看他不想病人的心理直接来做医生 谁都是指责一个现象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文学也是这样 很多作家写一个社会现象都是觉得社会病了这个人物病了我们要提出一个药方对不对 我就觉得先做病人再做医生或者至少你设身处地觉得你是一个病人 然后你才想你的药方和医治这样会比较好 徐老师可以来干我们这行 但是可是现在网上不就有个很流行的帖子就讲这个事吗 就说这是什么大型PV现场 就说那些老板们都点赞给员工罚 就说对公司应该感恩戴德 因为不容易在疫情期间给你发工资 就是就是你说的就您说的 但人家就说这是PV啊就是 不不我讲的正好相反 我的意思是说你老板你来批评员工不替公司着想的时候 你是站在老板的立场上 你要是站在一个员工的立场上理解他为什么抱怨时间这么长加班什么什么 你老板的态度就会有变化 人很难离开自己的立场去替别人想问题 这个是一个前提 但是人你仔细想一下我们这个社会你听各同意见 你如果用我刚才的简单法你去看看医生多病人少 而实际上呢当然是病人多 对不对 医生在这呢咱们仨都是病人 可是你知道我 我觉得这个人性啊真的是我们要明辨是非 但是这个是非啊又相当的复杂 是比如说啊乔布斯 你承认不承认压力也是动力 当然就这个乔布斯有没有POA的性质 当年就是在苹果的时候不都是他的 当然咱看书看来的啊就有一种叫现实扭曲立场 嗯我也曾经经历过啊比如说我的老板或者我的上司跟我说 我说这个不可能完成的 他说一定要完成 今天晚上一定要完成 哎 就像他们就说这个这个乔布斯就是用自己的意志啊 他给他的这个员工就是 但是呢当他的员工受到这样的压迫的时候 奇迹有时候也会出现啊 就人的潜能就你刚才讲 他也就是完成了 有些行为我们该怎么来看待他 他是魔鬼还是说他确实能够带来人的超越飞升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的有一个事 他说叫有限责任 这个有限责任呢如果用心理学的这个术语来讲 就是要有一个边界 要有一个边界 我觉得边界之内和边界之外 可能我们得需要用两套标准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看有一个 应该是有一次岳云鹏好像去哪演出 说是他这个上台之前突然收到一个噩耗 说他父亲过世了 对对对 然后说岳云鹏他就在那个舞台上面 他还是在强颜欢笑 就是继续逗观众开心 因为这事跟观众没关系啊 他们花钱买票了 还是得逗他们开心 但是对 但是他一旦结束了这个演出 立刻他整个人就崩溃了 他就说这个我不笑 我不孝顺 你可要回去 就是这个故事啊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代表的是什么 是边界 刚才窦老师你说我们这个心理咨询 能不能一直做下去 我觉得其实从心理咨询师 就我们这个职业的角度上来讲 我们也不能一直做 就是我们必须得有一个中 到了这个中 我就不再是心理咨询师了 那是什么 我是我呀 我得回到自己 下班了他也回到自己 不然是家长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说在一个边界之内 他是在那个职业角色里边 我去逼他 我去让他去激发潜能 让他去承担可能他 难以承担的东西 但是我们必须得要清楚说 这个事是有限的 不能把这个延伸到他的整个人生当中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边界很重要 就是说这个施压者 我觉得这个施压者很重要 就是你得了解你施压的那个对象 了解你自己和你施压那个对象的那个边界 我觉得像乔布斯或者你碰到的情况 那个人可能他这个施压者 他知道我压到这儿会产生什么情况 而不是说我们广泛的说 只要那么压都行 这个其实就像现在大家有时候说 什么佛系养娃 我老觉得就很误会这个词 我的佛系是什么 佛教人家说观其根性而杜错之 我得要知道他是什么情况 我对症下药 我根据他的情况我来施压 他有的人你就是你给他这个压力 他可以变成更好的他 有的人你就是不能碰这条线 所以我觉得这个施压者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POA这个概念不能滥用 但是类似的这个调调啊 我觉得都曾经感受过 很有意思啊 当人被摧毁的时候 你容易变成他人的工具 你比如说我可能比较喜欢古董 那么那于是你碰见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说你那审美全错了 哈家伙 就是彻底你觉得人家说的也对 或者说人家确实比你道行深 但是当你错了之后呢 就是等于你过去的这个解体了 就是所谓这个自我被批评的解体了 这就像有些时候不太道德的这个男的 他先让这个女孩子就是自我解体 就是说你都是错的 你想的那些都是错的 很奇怪 当人这个解体了之后 按说就是可以重塑一个我嘛 但是在这个重塑那个我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会发生一个什么呀 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就是既然我过去的审美观全错了 那么现在看见一张画 看见一个艺术品 我都要打个电话问问他 我说这个行吗 这个好吗 有些事就是最后你变得失去自我 最后你变得依赖他导师出现 要是马爷来就能告诉你 今天的这个古董行里 我想有很多这样的粉丝和导师 就是比如说很多现在有了钱的 对吧 老板或者什么的 想投资艺术品 他们就说说这个里边 对于外行人来说这个鳄鱼池 那家伙你到一看这个展 你一去很多专家老师就来了 这不行 好你最后知道吗 你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于是你只有认准他 什么你就认准他 这个有点类似于 我只能说类似于 你觉得类似于POA吗 有点像 那你后来怎么能摆脱这个东西 我关心这个 后来怎么能挣脱这个东西 还是还没挣脱 不加强学习 自己炒营几次 就建立自己的认知 我觉得就是说啊 你比如说我 我给很多老师请教 有些时候这些老师们互相之间啊 都瞧不上 但是我觉得我挺占便宜的 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瞧不上啊 我不管 哎他说的这个对我有用 我就拿过来 而且呢我加以验证 我回家看书 哎他这人说的靠谱不靠谱 哎我我加以验证 有的时候真的是请义多师啊 嗯 就是好几个老师 这几个老师里面对一件事情 他说的有共同性的部分 那么这可能就比较有扎实的 这个知识 就是总之还是说你这个自我 这个自由的灵魂呢 没错 但是确实PUA现象 平常咱们看见很多新闻 这个人呢 特别容易变成 供这个供这个人意识的工具了 没错 刚才徐老师啊 他说他教学生说不要去迷信权威 就是说这个人讲的 那个人讲的你都可以听听 但是你最终的判断 是你自己的一个判断 其实这个事啊 要说起来呢 他他非常的原始 就是相信自己的判断 和自己的感觉 这个其实不是现代文明人的 一个准则 这是原始人类的准则 为什么这么说 我饿了我就要吃 对 我渴了我就要喝水 谁难受谁知道 对 这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东西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现代的这个文明教育啊 我们有的时候恰恰缺乏这个原始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教育的过程里边 就是会有老师他会站出来 他说你你这样想是不对的 然后我告诉你什么是对的 而这个说法很多时候啊 他其实确实能帮助我们变得更好 这就是现代理性 他告诉你说你 你不要光凭自己的直觉 然后我告诉你一个更好的 就刚才比如说 豆老师您说那个 一个人在说你哪里做的不好 然后另外一个人会生气 他说你在说我这个人不好 对 你看如果从原始的反应来讲 他其实生气的这个反应是好的 因为这就是原始的反应嘛 我被说了我不高兴 这小孩都是这样的 就不高兴 但是你看反倒是我们受过 现代教育的人 我们就会说你不要生气 嗯 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对对对 当做是对你个人的 你要去从这里边去吸取一些 可能对你个人有意的一些建议 我们讲的这个话其实没有错 但是我们讲的这个话的另一面 它其实是在去试图绕开 这个人的一些原始的防御机制 啊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被POA的人 是那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 哎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高等教育 它就始终在告诉你说 你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区 你不能自己舒服什么 就接受什么 然后你不舒服你就不接受 你必须要去去接受那些 让你感到痛苦的那些东西 我现在的咨询工作 就是要教这些女生 就是听到别人这样说的时候 你该生气就生气 嗯 对就是你得原始一点 你就是生气 我自己那个人 人欲的灵性的那个东西 我一般从个人情感上 我不去从勤这些人 但我必须得承认 有很多POA别人的人 他自己可能在人生经验里边 他也有被POA的经验 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施害者 可能是另一面的受害者 这个我是知道的 嗯 对 哎 这就是徐老师讲鲁迅的那个 那个什么狼啊 在别的狼面前是羊 然后他碰见更老实的 他又变成狼 把更低的当成羊 是不是鲁迅讲的大概意思 对对 但不是指这个问题 但是呢 我要给你讲的是 从这个POA啊 有时候会让人觉得 他产生一种 就是说是没有自我了吗 嗯 没有自我呢 就容易变成他人的工具 你知道现在有个流行词 我觉得挺好玩 我老是从这些流行词里 观察社会动向啊 那天我听见 哎 反正朋友男女吵架哈 哎我这是个什么词 挺新鲜 因为我比较后知后觉 说我就是你的工具人呐 哎我说怎么现在流行 后来我一查在网上 现在这是个特别流行的词 这是个流行词 工具 哎 徐老师我还真的也查了查了查 什么叫工具人啊 泛指某人在不知情或知情 但心甘情愿的情况下 对他人进行帮助 任劳任怨随教随到的付出 在情感物质和经济上不求回报 一直像工具一样被对方使用或使唤 哎我好像也有点啊 这个工最常用于形容男女交往中 女方对待被胎的态度 哎这也不一定 有时候是男方对待被胎的态度 对吧工具人毫无保留的付出 却也不会得到哪怕一丁点感情的回应 但是还上了瘾了 当对方用到自己的时候 工具人还会暗自窃喜 终归是有用着我的地方 工具人企图用没有道理的爱 换来一场相互的爱情 他们爱的没有自尊 但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毫不动摇 听上去也像一种伟大的人格 无所求的爱情 也是一种抱怨嘛 就是说我是工具不是人嘛 对 其实就是一种抱怨 但是对啊你说起来 这好像也是一个 他是心甘情愿的一种付出 这个话说就不好说了 我觉得从社会交易理论来讲 说到根上 我们人与人之间 哪怕是就你有个朋友 的确你不能否认呢 有工具的性质 但是我确实没有想拿你当工具 但是朋友嘛有事帮个忙上个节目 那么他 我们都是这节目的工具人